富婆一觉醒来 竟发现被换上了睡裙 她记不清昨晚是谁 把她带到了酒店 而且当晚穿的衣服 也凌乱地散在台面 她顿感大事不妙 穿好衣服后 打开平板 发现自己进上了热搜第一 女人不知所措 因为她看见了自己在酒店的视频 她刚想驾车离开 各大媒体却蜂拥而至 对她就是一顿乱派 她好不容易回到公司 但周围的同事都投来一样的目光 她本想跟丈夫解释 可她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还派人递上了离婚诉讼 不仅如此 女人还收到了个大品牌的解约消息 要她赔偿巨额的违约金 一夜之间 她从巅峰跌入了谷底 女人是韩国的带回衣姐 可当她下播之后 撕下面膜的伪装 露出了脸上被家暴的伤害 小美靠丈夫当上了网红 如今只能默默忍受着 丈夫对她常年的家暴 而让小美生贷名列的人 却是面前这个小白脸 这天她照常搭地铁去公司 可就在这时 鞋跟刚好被电梯卡住 好在身后的男人眼疾手快 一下抱住了她 小白拿出窗口贴 脱下小美的高跟鞋 细心地包好鞋跟 再贴心地帮她穿上 这一刻 她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 当晚 在粉丝见面会上 那个小白又来了 她给小美带了份领 因为她看见小美的脚后跟 被高跟鞋磨破了 所以送了她一双平底鞋 里面还放了一片窗口贴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小美意外看见 一个男的被一群大汉围殴 她本不想领会 可她定睛一看 那个被打的正是小白 她递给小白一张手法 随即他们来到餐厅 两人交谈甚欢 白酒一杯接一杯 推杯换展过后 就有了小美出现在酒店这一幕 如今落魄的她 不仅要赔偿巨额违约金 还被家暴男赶出家门 只能归缩在这破旧的小浴馆 就在这时 她发现不对啊 老娘昨晚不是穿平底鞋吗 而视频里那个女人 穿的却是高跟 这也不是老娘啊 她意识到自己被陷害了 她要自证清白 于是小美找到当侦探的闺蜜 并向她告知了事情的原委 为了自己的清白 小美只好答应 随后闺蜜决定先从小白下手 就在她蹲点时 发现小白和另一个男人碰到 而这个男人正是小美的丈夫 女人在车里拿出一瓶二锅头 倒在手里 使劲往身上磨 再喝两口润润嗓子 解开发孤 把头发弄乱 她亮亮呛呛走进电梯 满身酒气 看了一眼旁边的男人 随后拿出手机扔在地上 她趁机往男人的衣服 放了一个定位器 随后她化身服务员 根据定位器的位置 确定了男人就在面前这个房间 女人塞了一个摄像头在花盆里 而镜头正对着男人的房间 她在镜头里发现 男人从房间出来后 紧接着 又一个女人从房间里出来 闺蜜瞬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她把调查的结果都告知给小美 原来家暴男为了逼小美离婚 和自己的老相好 财阀集团继承人经纪 一起策划了这场阴谋 这才导致小美身败名裂 小美的眼神闪过一丝凶狠 他们决定先从小白脸下手 闺蜜衣着火辣 迈着自信的步伐 路过的男人对她无不心动 她来到舞台中央秀留的 很快就发现了小白 而小白呢 自然抵挡不了她的魅力 两人一拍即合 闺蜜本想武艺一段住行 可小白却等不及了 拉着她就往外走 她趁机把一颗药放进嘴里 然后再喂给小白 小白更兴奋了 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结果小白就被绑在了浴缸里 闺蜜好不容易把她弄醒 可她气焰实在嚣张 小白瞬间怂了 把家暴男让她淡得适 一五一十地抖了出来 而且那晚视频里的女人 是我找来的跑龙套 可当事人小美 在门后已经听见了一切 这是她自证清白的第一步 搞定了小白脸 接下来就轮到家暴男了 他们的报复行动才刚刚开始 女人假扮成酒店的房客 她故意撞向保洁阿姨 实际是为了拿走万能房卡 她顺势把钱包扔在桌上 随后她来到家暴男的房间 用万能卡刷开了房门 她直接奔向卧室 拆开电视机顶盒 把一枚针孔摄像头塞了进去 就在她完事准备收工时 听见了房门刷卡的声音 是家暴男回来了 女人赶紧躲进厕所 可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却响了 好在门外吸尘器也响了 把震动声掩盖了过去 家暴男也没在意 回来拿完手机就出去了 女人赶紧装好机顶盒 随后换了身衣服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紧接着她问小美 그래서 어떻게 복수할지는 정했고 눈에는 눈 이에는 이 몰카에 몰카 随后 家暴男在摄像头下干的事情 全都被小美直播到了网上 她国民好男人的形象 瞬间崩开 换来的是群众和媒体的口服 外面已经变了天 家暴男还在酒店睡觉 直到她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她火急火燎地赶回公司 可媒体记者已经堵在门口 还有人朝她扔臭鸡蛋 但好景不长 警察找上了门 他们说小美非法偷拍 可能要判七年还得罚款五千万 小美孤立无援 对方还聘请了律师 就在这时 男主小帅出现 他说自己是小美的辩护律师 而且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摄像头是小美放的 随后他又拿出 当晚小美被偷拍的视频 以及对方散播的不实谣言 种种罪行表明 小美才是受害者 这一痛罪撞下来 对方律师无法反复 警方只能把小美无罪释放 小美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 自己目前面临巨额赔偿 并没有钱付律师费 可小帅却说 自己干律师酒吧 难免会有亏酒感 所以经常会提天行道 为若是群体免费便无 而小美呢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么不要 反正自己没钱了 再请不到律师 自己就得进去蹲大毛 干脆就同意小帅的帮助 不出所料 家暴男的律师腿 在韩国第一律师小帅面前 全都不堪一击 被逼无奈下 家暴男只好撤 但小帅真的会无偿提供帮助吗 他拿着小美的网红自转 一本接着一朵 直接扔进焚烧炉 这个已经怀胎九个月的女人 刚刚被丈夫家暴完 他嘴角还残留着 上次被家暴的疤痕 男人浑身散发着酒气 好在他的手机响了 是财阀金姐打来的 让男人今晚去他家里 女人听见他出门后 捂着大肚子 艰难地走出浴室 他把这个女网红 刚刚被老板打了 浑身是伤的躺在地上 但他不甘于此 他掏出翻带手机 打开直播间 立在地上 只见老板拿着铁链 从小黑屋走出来 直接套住小美的脖子 吃劲把他往房间里拉 他苦苦挣扎 皮带勒得他不能呼吸 他只能死死抓住门框 这不是什么事吗 这什么事啊 现在不放弃 现在不放弃 后悔会成功 不放弃 不放弃 现在不放弃 现在不放弃 男人不明白他为何突然发疯 直到看见了地上的手机 赫然直播着自己的暴行 他愣住了 直播间人数还在不断飙升 网友纷纷评论 他是人渣 男人赶紧走过去 他把小美摔在床上 男人依旧有恃无恐 还不紧不慢地给小美上诉 他觉得凭自己的背景 很快就能摆平这件事 很快他就被打脸头 外面突然响起了警笔声 这下玩独走 小美继续放狠话 这让他进退仰来 既想揍小美一动 又想赶紧跑路 可犹豫就会败北 警方早已包围了公司 小美也是拼了老命 才把优盘拿出来交给小帅 他紧张地看向小美 可刚刚被解救的他 却愤怒地看向小帅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送进去的老板 竟然是财阀集团金姐的大表哥 金姐得知表哥落马 他为了维护集团的生命 立马联系了公关 镜头一转 刚拿到资料的小帅 就跟朋友喝起了小酒 朋友让他小心那个女人 搞不好会惹祸上身 小帅却不以为然 小美经过此事之后 名声大噪 顺利成为一名复仇主播 还接起了代复仇的单子 可人生哪有一番风顺 才高兴没几天 小美坐的汽车刚驶出路跑 女人刚回到家 就闻到一股浓郁的煤气味 她想赶紧打开窗户 可窗户已被死死封住 又听见门口传来响声 有人把门锁了起来 开灯一看 那个人正式诬陷她的小白脸 小白没有说话 只见她掏出刀子 小美害怕急了 老娘上个月出门刚被车撞 现在又来一个锁命 她一脚过去 小美痴痛倒地 听说你现在很火 肯定赚了不少钱吧 来找你借点钱花 随后小白拉出煤气管 拧开阀门 再掏出打火机 如果不借 那就一起死吧 小美反而不怕了 以小白的尿性 肯定不会这么赶 当即就认为她不是来借钱的 就是单纯来出气的 被看穿小心思的她略显尴尬 小美不想理会 拿起门口的灭火器 三两下 就把门锁给砸开了 她刚想开门 小白突然看见 门外有一个黑影闪过 就在门打开的瞬间 小白一个箭步上去 刀子插在了她的后背 真正锁命的来了 小美看向倒地的小白 在看向拿着刀 手在不停颤抖的小伙 她怒斥小美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此时小美还一脸懵 直到看见她身后的男人 是开心待的老板 现在小美没空跟她扯皮 救人要紧 她刚拨通急救电话 小伙健壮 无能狂怒 就要拔刀怒死 好在小美的闺蜜 徒手接下了这一刀 她这才恢复理智 小孩刚满18就欠下了高利贷 迫不得已才替放在公司打工 小美连夜查了开心待的资料 发现她们经常使用 暴力催债的手段 即便犯下种种罪行 依旧安然无恙 说明背后有过硬的靠山 她们都觉得这是个大单子 说不定是下一个大爆款 可如今闺蜜受伤住院 没人能进入内部调查 就在她们一筹莫展之时 小白主动请命 我看你们团队正确撞钉 而我正好合适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工作 只要你们包吃包煮 我就跟你们混了 小美一想也是 当即就同意了小白加入 但那晚开心待的老板 已经见过小白的脸 他们决定改造一下 镜头一转 小白变成了黄毛刺头 一看就像个小混混 小美给她造了份简历 让她去开心待硬提 没想到黄毛的面试一场顺利 老板对她一见钟情 说她很像自己年轻的时候 于是到哪催寨都带着她 而黄毛也很快成了 老板忠实的小弟 这次她以催寨的名义 来到小美的工作室 她拿起小美的手机 在上面留下开心待黑幕的线索 站在后面的老板 看见黄毛的表现 直夸真棒 已经确定开心待的非法黑幕 现在只需要拿到证据 就能够一锅端掉 小美决定轻负险进 根据黄毛给的线索 她偷摸到办公室的窗户 竟意外发现 那个和老板谈话的 正是上个月开车撞小美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小美疑惑之时 有人推开了办公室门 和窗户形成了对流风 男人朝窗户看去 小美顿感不妙 她被发现了 这里是非法交易 人体器官的现场 而此时被拍卖的人 正是女主小美 刚被揭开头套的她 惊魂未定 她看向深处 为了摘下最新鲜的器官 里面摆着一个 简陋的手术台 小美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们表面是放贷公司 背地里却把那些 还不上债的 绑到交易器官的黑市 此时开心待的老板放话 有谁要拍妖子 一听到嘎妖子 众人激动的纷纷进假 可就在这时 小美突然放出狠话 야 이 개자식들아 你们 지금 뭐하는 짓인데 개자식들 干嘛 什么事 什么事 어 뭐야 장검사님 이제 들어오셔도 될 것 같은데요 뭐야 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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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잠시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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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트로트 가수입니다 행사 왔다가 被解救的小美 走到手机面前 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被她现场直播了下来 原来小美事先联系了警方 跟他们里应外合 然后故意被开心带的人抓住 顺藤摸瓜 来到了器官拍卖的现场 而在里面卧底的黄毛 负责找好隐藏机位 打开手机直播 把这些证据以五一十地记录下来 即便他们计划的天衣无缝 可还是有漏网之鱼 那个开车撞小美的男人 趁乱逃了出来 隔天被抓的开心带老板 居然被无罪释放 给的理由竟是抓错了人 说他只是当晚演唱的歌手 可见这背后的势力也不拨印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经过小美的深入调查 他们发现了幕后的大王 而这次开心带的案子 男主小帅几乎没有猜语 他现在没空搭理小美 因为小帅发现了 当年姐姐失踪的线索 他调查了整整十年 才查到一点蛛丝马迹 而其中最大的嫌疑人 竟然也是金会长 十年前 金会长看上了小帅的姐姐 当晚 姐姐便来到了金会长的房间 而这里 也是姐姐最后出现的弟弟 这个大肚子的女人 刚下班回家 突然看见两个飙行大汉 正堵在自己家门口 他意识到情况不对 撒腿就跑 一直从白天跑到了深夜 他逃到郊区的一个小卖骨 把一张钞票塞给老板 求他借一下电话 女人来到坐机面前 拨打了弟弟的电话 当时小帅还在当兵 小帅听见电话突然被挂断 赶紧回播过去 可接电话的却是一个老奶奶 说你姐姐被老公带走了 只是小两口吵架 就在这时 小帅看见了电视播报的新闻 女艺人阿姐一次被金主包养 而播报姐姐这段绯闻的人 正是小美 这到底怎么回事 搞得小帅有点懵 男人把昏迷的阿姐放进车厢 随后给了货车司机一打钞票 说车上的是荷兰香猪 帮我运到缅甸北 司机拿了钱也没多想 直接踏上了缅北之路 可就在他下车休息时 发现车里传出了人声 他赶紧打开车枪 司机吓了一跳 连忙帮阿姐松绑 他掏出手机正要报警 可阿姐却阻止了他 看见阿姐苦苦哀求 司机只好把她放在半路 他环顾四周 发现没人追来 赶忙跑进了深山 另一边 小帅来到姐姐的公司 意外听到了同事间的八卦 得知小美是姐姐的学妹 小美自从爆料了姐姐的绯闻后 从此一炮而红 而且小美能有今天这般成就 都是阿姐给小美介绍了的好老公 小美这个名字 被深深刻在了小帅的脑子里 三个月后 阿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 逃到了偏僻的乡村生活 本以为能过上平安日子 可还是被人找上了门 镜头一转 阿姐和孩子 被关在一个着火的仓库里 她到底做了什么 非要知她与死地不合 原本以为这次蛮逃一死 突然有人敲开了仓库的门锁 救下阿姐的不是别人 正是小美 阿姐把孩子托付给小美后 跟弟弟拨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让小帅不要再找他了 不管小帅怎么问 还是毅然决然地挂断了电话 他已经放弃了 不管自己逃到哪 都会被找到 随后阿姐就被人绑到船上 男人把昏迷的阿姐抱起 直接扔进了大海 而迟来的小帅 正好和这两个凶手擦肩而过 他不知道自己的警戒 已经沉入茫茫的大海 由逆男不怀好意地 看向新来的精灵 随后他抛出十页韩元纸表 说想看付费表演 而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精灵 在重金面前选择了折腰 金会长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坐在旁边的小帅 早已握紧了拳头 他接近金会长的目的 就是为了查出杀害姐姐的幕后真凶 可金会长的油腻行为 让他想起了有同样遭遇的姐姐 事后小帅跑去厕所吐了钱 他只能选择忍辱负着 他凭借全韩第一的律师身份 金会长给了他一份审计组长的职位 打进内部的小帅 终于能使出姐姐留给他的杀手锏了 小帅把姐姐的遗物交给金会长 会长在里面发现了一封信 原来 阿姐给金会长生了一个儿子 而此时孩子正在被小美抚养 这让嬉笑无子的他瞬间来尽了 很快便查到了孩子在加拿大留学 金会长赶紧让小帅去加拿大 把孩子接回国 可小帅并没有马上行动 而是先把金会长有私生的这件事 告诉了金会长的女儿金姐后 才踏上飞往加拿大的班机 小帅的本意是让金氏妇女 为了家族财产争得两败俱伤 自己再带回姐姐生的儿子 合理合法继承财产 可金姐显然没那么愚蠢 她转头就把小帅卖了 金姐找到小美 把小帅接近小美的目的 一五一十地抖了出来 她就是为了利用你替姐姐复仇 现在她应该带着你的养子回国了 小美马不停蹄地赶到机场 果然看见小帅带着自己的养子 正准备和金会长相认 小美狠狠地看向小帅 可小帅却递给她一份 亲子鉴定报告 证明这个孩子是金会长的 所以抚养权也会变更 没办法 小美只能让他们把孩子带走 可就在金会长 带着孩子回家的路上 金会长和孩子被紧急送到医院 小美和小帅也赶了过来 医院的护士告诉他们 这两人需要送到财团私人医院治疗 小美却坚决不肯 她担心背后有人动手脚 就在这时 金姐带人赶到 面前这个男人神色慌张 因为绑架她的人 是财阀集团金姐 金姐曾交代过男人 必须除掉自己的父亲和弟弟 可如今他们只是重伤住院 既然手下不靠谱 金姐只好亲自出马 她来到医院 看见奄奄一息的金会长 心情莫名大好 金会长这才明白 自己舍些心肠的女儿 到底是遗传了谁 她不求金姐放过自己 只求她放过弟弟 金姐也这才明白 自己的父亲有多天真 金姐离开后 房间来了一名护士 她给会长换上药水 说这瓶药是你女儿送的 随着药水一滴滴流下 她知道这是女儿最后的毒 她想拔掉输液 奈何药效太猛 只打进去几滴 就足以让她隐恨西北 可金姐万万没想到的是 会长的床底下 被人装了窃听器 窃听到一切的主角团 意识到事态紧急 必须马上展开营救 他们租了一辆救护车 伪装成医护人员 潜入财团的私人医院 而护士也来到了孩子的病房 说是给孩子换药 就在她想再次行凶时 小美及时阻止了她 紧接着 他们把孩子抱上了救护车 可他们连停车场都没开出去 就被三辆飞车楼下 开门一看 来的人正是金姐 就在金姐要动手时 突然一声枪响 她漏掉了一个人 正是男主小帅 只见她带着一群警察打来 而金姐呢 肯定不会束手就擒 她还反咬一口 说小美劫持了自己的弟弟 我带人来就是想拦住他们 小美觉得她实在太不要脸 于是掏出藏在金会掌床底下的陆英 没想到金姐非但不怕 反而还控告小美 绑架加上伪造录音 得进去好几年吧 金姐刚想离开 反转又来了 原来小美还留了一手 她一上车 就已经把直播打开了 金姐的无耻嘴脸 全都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实锤的证据下 银手镯终于套在了金姐的手上 到了庭审这天 金姐因犯教唆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 恕罪并罚 却只被判刑七年 理由是她患有精神分裂症 明眼人都知道 法官被买通了 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她得意地看向小美 似乎在说 老娘七年后出来 还是一条好汉 可作为反派的金姐 又怎么能过得如此舒服 小帅走到金姐面前 她告诉金姐 由于你患有精神分裂症 所以财团的继承权 会转移到你弟弟手 而我作为她的舅舅 如今是她唯一的监护人 就算七年后你出院了 一分钱都拿不到 听到这 金姐崩溃了 自己千算万算 为了争财产不择首 最终还是自食欺负 小帅隐忍了十年 终于替姐姐报了仇 而小帅和小美也冰释前行 组建了新的复仇团队 继续替天行道